基隆 脸书社团 陈真 马拉松 志工人员 简单的工作还能日领三圈元 让民众好心动 但仔细一看不太对劲 实际拨打上面留了电话 现在已经变成是空号 报名的程序我们都是透过eBay特在报名 所有的这个跑友 要参加的跑友直接到 报名网站上去报名 那网络现在竟然有一个不实的资讯出来 说我们有在增人 然后薪资非常地高 然后增志工薪资非常地高 然后讲说我们有找医疗的人员 薪资一厅三千块这些的 这些都是完全不实的资讯 而且这个我们认为是非常的可恶 因为对我们来志工来讲 我们的志工都是我们好马自己的会员 自己来参加跟我们的跑友来参加 他们都是非常热情的 他们希望把好好把基隆第一次的城市马拉松 好好办好 基隆好马长保协会将在10月6号 举办第一届2024基隆城市办成马拉松 目前已经开放报名 报名相当踊跃 不过却有人在社群张贴真人启示 只要担任现场简单救护工作和协助 就可以日领三千元 让许多报名参加的跑者看到这类假讯息 立即通报主办单位和市政府 我们好马长保协会所有参与这次马拉松的成员 都是以志工的方式去协助 绝对不会有像网路上说有收费这个事情发生 那我是觉得说有人可能就是要刻意造谣 说这个活动参与者都拿到一些相关的费用 其实是没有的 因为我们志工都是以志愿服务的态度来协助全国各地的跑者 就当我们发现有类似这个诈骗的真人活动的时候 跟讯息的时候 其实很多的朋友都很担心 然后也想说赶快的就是要证明 然后澄清 所以都希望协会能够赶快去澄清 并且我知道说协会也已经是去报警了 有关网传基隆城市扮成马拉松对外征裁的讯息 今天我们像主办单位豪马长跑协会查证 豪马长跑协会目前并没有这样的真人启示 基隆市政府在这个活动里面是补助以及指导单位 基隆市政府我们这边也没有对外有真人这样的状况 必要时候基隆市政府将寻法律途径 那以为是否生育 但稀有民众被骗 主办的长跑协会已经到警察局备案 而实际上主办单位报名官网 相关的讯息都很透明 本身也是马拉松好手的警察局刑大组长郭景荣 教导民众几个简单争辩的方法 有关报载基隆市扮成马拉松 目前网路上疑似出现 那个冒名真人一日三千块的这个讯息 我们警方目前已经接获相关的案件 那目前在争处中 那我们发现这是比较常用的 常见的网路的一页式的诈骗 那呼吁相关的跑者 应该向主办单位求证 或者是寻报名网站上面的联络方式 来多方的查证才不会上当这样子 第一届2024金融城市扮成马拉松 地点在金融市国门广场 比赛将分21公里 10公里及3公里 三个组别 以前基隆也办过非常多的马拉松 不是在山边就是在海滨 那这一次呢 我们希望把基隆最漂亮 最美丽最繁华的地方呈现出来 所以举办这一次城市马拉松 他把基隆市的中正路 这就是凯港大楼旁边 就让大家都能够去跑 一直跑到这个长龙桂关大楼 然后往 再来往这个中山区那边去跑 就是跑到能够跑到鞋河发电厂 那也是非常特别的 直接进到鞋河发电厂里面 直接去看那个大烟冲的那三哥大烟冲的那个底部 再从鞋河电厂出来之后再直接跑到外幕山 把基隆最美丽的那个海景 外幕山的海景 一直到外幕山的滨海大道 直接过去走到喵喵 喵喵咖啡那边出来 就是徽转那出来 整趟 整个路径是21公里 我们的这个费用 也收费收的算是非常低 我们三公里的话 只需要400块钱 那10公里的是700块 21公里是900块钱 我们准备的完赛礼 有衣服啊 有那个完赛礼的背包 毛巾啊 大毛巾啊 完赛礼的礼盒 里面有各方面 各方面我们自己去购买的一些补给亭啊 还有人家赞助的 那我们有一包来送给大家 当然最重要的是 因为这一次我们办城市马拉松 我们希望能够营造 大家来跑友能够喜欢上这个城市的这个氛围 这个气氛 所以我们会联络 已经联络很多的这个组织啦 协会啦 甚至各方面各地方的礼办公室 跟那个社区发展协会 他们都可能会自发性的来这边 来来欢迎所有的跑者 那提供那个补给品 还好基隆网络社团这篇假讯息 不到一天时间 就被热心的网友发现通报主办单位 而文章已经下架 提醒热爱路跑朋友 参加各项路跑活动 相关讯息要再三确认 以免落入诈骗 记者黄烧鸣金融报导